2 3 吴宇华 31岁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国际传媒专业硕士 大家好 我叫吴宇华 今年31岁 来自辽宁省辽阳市 毕业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国际传媒专业硕士学位 我从小能歌唱舞非常喜欢戏剧表演 今天想要借助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寻找一份影视传媒领域的工作 谢谢大家 吴宇华 你好 你好 哪年回来的 我去年7月 去年7月份回来的 就是2011年的7月 本科上的什么大学 我高考是个落榜生 所以只是念了一个自费的大专 在北京邮电大学 北游自费的大专 对 之后呢 之后我工作了一段时间 当时做的什么工作 跑龙套 就是我签运了一家很小的影视传媒公司 就是从跑龙套开始做起 后来也是为了赚钱 也进入了一家很小的影视公司打杂 做过销售 做过前台 后来就出国留学了 那在英国待了五年的时间 对 你念硕士念了一年吧 我是读了一年研究生育科 然后再读的研究生 两年 对 剩下三年呢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伦敦的华语外向电影节做宣传和文案 大概做了半年的时间 然后我就去进修了接近一年的那个戏剧表演和舞蹈 之后我就有时候编剧有的时候有机会我就去参加影视剧拍摄 参加了什么剧拍摄吗 我参加了一部外国的电影 但我不确定它是不是英国片 叫做被隐形人袭击 我是演了一个杀手女博士 后来这个电影上了吗 不知道 因为后来就跟那个导演失去联系了 那你当时回来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回来了 第一个原因是我签证到期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钱不够用了 想回国挣钱来了 对 回来到现在都干了些什么呀 我刚开始是在阿丁秀国际传媒做总经理助理和模特培训老师 那家公司觉得我想的都是就是影视拍摄 但是他们想要做更多都是模特方面的 好 随后呢 我在17.5今年花儿影城做市场部的策划 这又是一个什么地方 就是影片宣传呢 还有票物打折各种节情日的那种策划活动 第三个工作是北京上一天和传媒公司 我做的是预言培训的舞蹈老师 代课的表演老师 还有一管部的助理 做了多久 五个多月 为什么又不做了 因为那家公司倒了 所以你看你的职业经历就真的叫 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没事 真的叫机灵狗岁 没办法 没有一点系统 怎么叫没办法呢 这是这个行业特色吗 你说没办法 这不是行业特色 谁说这是行业特色 为什么 你想从事影视行业 在影视行业里面做什么 我最想做的是编剧和演员 第一 编剧没有在这儿找工作的呀 第二 演员没有在这儿找工作的呀 第三 编剧和演员不是这么找工作的呀 是 所以我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因为我现在最缺的是 赚钱 那如果做不了编剧和演员呢 那我也需要赚钱 我看你简历里面写的是 你是有理想 有天分的人 那么能不能描述一下 你的理想和天分是什么 我认为你找工作呢 有时候靠你的能力 借用你的天分 那么我知道在英国生活的成本很高的 对 那么你在英国的工作经历呢 零零散散 你是怎么去维持那个相对比较昂贵的这个生活成本的 我在英国的时候 我做了第一份工作是足够可以养活我自己的 就是我的工资够高来负担我所有的 时间很短 只有六个月 半年 对 但是之后我做演员的时候 我需要承认我 我前一段时间培训了那一年的时间 是我家里给我的钱来去学习 最近这一个月我真的是没有钱了 所以我家里给了我几千块钱 对 家人也有帮助 你的第一印象是演员对吗 对 第二印象是编剧 你是不是内心有个演员梦啊 还是有 不是我已经是个演员一个编剧了 不是一个梦 你千万别介意啊 没关系 不是你不漂亮 是你确实形象不够突出 我觉得做演员说实在的 我觉得不太靠谱 所以就是说陈浩 你说了这么一番废话的目的 就是希望让他不要再做演员 我很少劝别人转行 但是真的我刚才 我觉得你有留学的背景 有一定英语基础 而且你换了这么多份工作 我想你也游历了很多 对不对 我觉得你其实现在有资格去挑战一些其他的工作 所以这样雨华 这是你第一轮要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 你希望直接进入的是影视传媒行当 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你希望从事台前的工作 第三句话 如果是策划类的工作 或者公关类的工作 也是希望在影视传媒行当 对 句号吗 句号 句号 十二位 先做出一个初始判断 你们觉得怎么样 雨华是趋势流 选择 谢谢 伟工 点击太雷也想说一句话 我不同意陈昊说的 他长得不是特别好看 就不能当演员 谁说的 不是不是不是 长得有气质有个性 也不会当演员 不是他不会 谁让他回到现实来 他不可能走谐星的路线 这不需要你去设计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很坦诚 很明确地告诉他 就想当演员 我喜欢他那种真实 所以你热爱就去 不是 颜总 这我真不想争论 但是你要知道 在很多影视基地 住着大片的群众演员 可能那些群众演员 也长得很漂亮 也在跑龙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 追星的人群 他一直在研究学习 他就想当演员 热爱表演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 《实践演员梦》 《实践演员梦》 有两条道路 他就要表演吗 一个是成为 成为著名某演员 对吧 这是一条路 还有一条路 你们能不能说 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 看一份全职工作 画少一点 我们年纪大的人画都少 你发现了没有 谢谢各位 他们表演 我能把这个话说完吗 谢谢各位影视界大佬说的话 我想最后说一句靠谱的话 羽华可以当演员 但是这个平台 不提供演员工作 我再说一遍 这个平台提供不了 演员的工作 但是现在场上 仍然有五位 留下来 天生我有财 这样 让你们看一看 羽华多才的一面 好 因为毕竟学过表演 好不好 好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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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羽华 小心 小心 不着急 整理一下 麦 少康老师 我想问他一下 你是来这里找工作的吗 为什么你的简历都是假的呢 我简历不是假的 我发现你在其他网站 刊登的简历 跟你身在这里 给我们看到的简历 是不一致的 你说吧 在58同城上 他写的简历是这样的 2011年5月到7月 是英国演讲与戏剧学院 沙士比亚表演沙士比亚 2009年7月到2009年12月 波罗工作室舞蹈 但这边2009年写的是 伦敦华语 万象电影节 文案宣传 是这样的 就是我在开课的时候 连续写了五条 五条全部没有一条 能对应上的 跟这个简历 我在开课上课的时候 我那边的工作还没结束呢 就是我是 这边上着班 那边有的时候 到底两份简历哪一份是真的 没有不对啊 是这么说 两份完全不一致的简历 你看你别着急 你的意思是 你今天给大家的简历 是你偏工作的简历 对 你在网上的那个东西 是你偏 求职 艺术实践的简历 对 其实它们都是穿插着的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是这样的 这个简历上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你在所有的简历里边 你所有的工作的年份和月份 都是以年为单位的 比如说你的第一份工作 在伦敦这个电影节上的工作 你写的2009年 但是你在那边只干了六个月 那么你所有的工作经历 跟你的社会实践的经历 应该都写在简历里边 让这个面试官呢 对你有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否则会误导面试官 以后的话 要精确到月就对了 但是我想讲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就是 其实我们宁可相信你是善意的 你没写清楚 或者你有其他的出发点 但是这个同样反映出一个问题 就是你干的活为主 那都甚至不能称之为 一个稳定的职业 好 包括这个 包括这些争论 再次提醒 谢谢刘亮 谢谢段东 为什么 我们已经在这个平台上 说过不少于十次 下笔的时候要慎重 因为你下笔描述的不是别人 是你自个 希望这是个教训 你把我问一下你 在那个电影局 和那个电影院工作的时候 都有关于策划的 这个工作的经历 有哪一次参考 让你自己觉得做得不错 是什么样的idea 就举一个例子 我在电影节的时候 做的是文案和宣传 就是比较偏重于中英文翻译 还有到全英大学里去征集 90秒电影短片 当然我也是这部 就是竞赛的参赛者 但是我在十几天无影城 比较自主一些 我策划过张艺谋的 金灵石三拆的 那个影片宣传活动 我在我的这个策划案 叫做梦访金灵石三拆 我在社会上 征集了13个漂亮的女孩子 来模拟一个 就是那种小型的首应式 一共是12个女孩 加上我是13个人 当场会引起很多的 就是观看电影的 观众的轰动 他们会找这些女孩子们 去签名拍照什么的 为什么每一次策划 我都发现你介于其中 你不是作为一个策划者 策动者 而一定作为参与者 不是 他一定要是个参与者 他刚才说了 赵东 他回答你问题 他愿意再抬上 我来问个问题吧 因为我相信在座的每个人 不可能给你提供演员的职位 那我其实想考察一个 你做主持人的能力 因为你也就表示了 你想做主持人 因为我们这边呢 有一个就全球太阳的 应用产品大赛 那你模拟一下吧 假如你现在来主持 非你莫属 邵刚是应聘 你能试试吗 就到这 主持人在这 我是在这 我康康康上来了 来 大家好 各位观众好 现在是我们的 非你莫属节目 邵刚你好 你好 非常高兴见到你 请问你今天 想要寻找一个 什么样的工作呀 演员或者主持人的工作 我想看他跳一段舞 好 现在有一位评委 提出这样的要求 那你也不能够 有失众望 对不对 江南style 那就来 对江南style 大家就在欢迎 所以仇职者 我们是来仇职的 我们不是出来卖艺的 对吧 可是你找的工作 就是卖艺的工作啊 哎 我忽然发现 邵刚长得很像鸟 稍等 你的工作 才是卖艺的工作呢 我是个光荣的主持人 我是卖大脑 你是卖艺 侮辱别人的职业 我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闭嘴 没什么了 谢谢 再见 他是一个没有职业诉求的人 我觉得你更不适合我们这个平台 是的 谢谢 再见 拜拜 怎么有酒吧的味道呢 有梦想 但是想的太多 做的太少 如果真的喜欢这个行业的话 为什么不一点一点 从最基础的一些岗位 踏踏实实的先切进去 再寻找机会 假如你已经做了有关 编导或者制片方面的工作 因为我们都不能给你提供演员 或者全职的主持人 都没有 但是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平台 我不是要打断你 我特想说一句 我觉得你们再给自己挖坑 而且挖得越来越深 他现在全答应 你设想一下 明天有部戏找他 随便一个角色 我正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有一些 跟微电影 或者视频节目相关的 这些编导 这种职位 那么如果你来做这样一个 制片人 负责一个栏目 但有一天 你突然接到 可以去拍电影的邀请了 有片约了 可以实现你的演员梦了 你会去吗 我会 听到了 他跟你的回答不一样 好好好 你妈这一刻有什么意思呢 好的 五位 去或者留 选择 谢谢 我首先觉得非常感谢飞银莫主这个平台给我一次节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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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 我希望有一个机会能够输出我的梦想 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个演员 我也可以成为一个编剧 但是我是学的这个专业 我的以前的经历也是这一方面 所以我以后会一直坚持在影视传媒领域里面 孔青 � Gone 怅 一 种